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大国 近年来中刚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2023年5月 两国元首宣布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开启中刚关系新篇章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巴卢穆埃内日前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表示 中非合作坚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 相信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 双方各领域合作将继续取得积极进展 中非合作坚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 中非合作坚持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 在域合作坚持相互尊重 彼域遵见 還有皇宇沙康之後 我們有生物成鱔 Husse wind уж是人而鱔 所以殺鱔不存在 而是生物 似乎再來 虎磅 inconvenience 火中的 furnace 後來源 很多人的 subset 我們現在很齊集的文化 會不會經常隔壁道路 中文字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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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国的合作, 在中国的合作。 中国不是说, 不,这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做这样的。 不, 我们来说, 我们谈论的计划 每个人都在贴, 这就是为何 中国的 Afrika 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讨计 更多的计划 展開的發展 在全球的 secteur 不相當的 點前一位 你告訴你 什麼都需要你做到個朋友 所以,我們沒有交代業 比較交代了 以及共同心 與我的相關 相關 我的最重要 我的国家首先,然后在总共产党的领域, 在2024的领域中, 很快就会很快, 在东西是很巨大, 而在总共产党的领域。 所以,中国是完全开放在共产党的国家。 在一間的溝通的尊重感, 中國是一個大和大伽子的伴侶 在中國的相關, 在中國的歷史上, 在中國的歷史上, 中國是一種大伽子的 中國的歷史上 中國的歷史上 中國的歷史上